2006年,美国大纪元报社,来了一名神秘客人,他叫安妮,前夫曾是苏家屯沈阳血栓中心的优秀大夫。 他为了给家人赎罪,透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秘密。 后来,他鼓足勇气,在公开场合,接受了各大媒体记者的采访。 2001年,医院的邪党领导,叫他丈夫参与活体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绝密行动,负责摘取眼角膜。 两年中,仅他一人就做过尽量千例。 为了不被人发现医院手术用的麻醉药用量增加,他们很少用麻药。 器官被摘除后,气息上存的法轮功学员被直接送到焚烧楼中焚化。 情景无比惨烈。 那些负负责焚化的工人,开始都很穷,因为搜刮这些法轮功学员身上的遗物,而很快富裕起来。 安妮的丈夫,在日记中写道,一次手术中,她看到遇害人身上,戴着印有法轮的护身符,写着妈妈生日快乐。 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生们,都常做噩梦,为减轻精神压力,有些人去瞟计,训酒。 安妮的丈夫受不了这种压力。 安妮发现,她总是精神恍惚,发愣,倒汗,她不得不跟安妮讲了自己干的杀人工作。 安妮非常震惊,说她再也不能拿起手术刀当大夫了。 为了摆脱中共威胁,不再行恶,他们移民加拿大。 苏家屯活体摘除器官的事实被揭露后,又传来了更多的有关消息。 在大陆的一位老军医所,据她了解,仅苏家屯这样的秘密集中营,全国至少有三十六处,在普通的劳教所,也都在发生着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 根据很多法轮功学员的回忆,他们进劳教所后,都被强行咽血,成为了中国非法人体器官库的活体储备。 一九九九年后,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呈指数增长,每年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死刑犯的数量。 零六年四月二十日,布什与胡锦涛白宫会晤。 在麦弗森广场,法轮功学员的新闻发布会,安妮和知情人皮特首次公开献身,在国际聚焦中国的时刻,冒被中共灭口的风险作证。 中国正发生大规模盗卖和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九九年七月镇压法轮功后,中国挟势不断。 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甘肃一幕洋人在天柱县大湾口,发现很多人头,近有一百二十一个。 这些人被害时间不久,面部肌肉尚存,天灵盖都被齐耳锯掉,面部表情非常惊恐痛苦。 甘肃省公安厅和中共的媒体欲盖弥彰,先敷衍说是猴头,但无法自圆其说,因为窟窿上发现有胡须、假牙,而且河谷是人类的特征,而非猴子那么狭窄。 紧接着,甘肃公安厅接到上级命令,要他们不要再调查此案了。 同时有消息说,共产邪党的头子江泽民,非常喜欢吃人脑做的补贴,而且他从来没有缺少过这样的食物。 而且中共恶党头子们,吃人脑是有历史的。 以前,中共对世界各国输出革命,当地人民觉悟后,一些罪证被发现,在柬埔寨展出红色高棉机中营罪恶的博物馆中,陈列着为检供高级官员取尸活人脑的取脑机,用的是中共的老师传授的方法。 99年8月,德国纳粹后代哈根斯和中国人隋鸿姐在大连注册了塑化人体标本加工厂。 去工厂参观的记者,不准拍照加工尸体的面部,他们承认这些尸体全部来自中国,为了不让家属辨认出塑化后的尸体标本全部都被剥去人脾。 这些尸体中,有年轻人,有八月怀胎的孕妇,有的还保持着死前痛苦的表情。 他们把这些标本在全世界巡回展出赚钱,因为违反了人权法案,展览引起国际人权组织关注和很大的争议。 人们怀疑,这里有很多是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实际上,从共产邪党闹革命的时候,红军时期开始,中共各地干部们就有使用活泼人皮、挖心、开水煮、砍头等等酷刑,对所谓革命对象做革命化处理,甚至把受害人各器官及人肉烹制成各式佳肴吃掉。 共产邪党夺取政权后,他们更在历次运动中组织了大规模的酷刑杀戮,在广西等地还发生过有组织的大规模吃人事件。 那时组织这些事件的中共干部和主要责任人至今还逍遥法外,甚至升官发财。 中共使用活体器官由来已久,甚至所谓的犯人,在被提取器官之前也并没有死亡。 文革时候,林昭等所谓反革命犯,被摘取肾脏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中共用尽了历史上一切邪恶恐怖手段迫害法轮功,使人类历史上登峰造极的邪恶。 在全球正义力量的支持下,赴中国大陆调查法轮功受破坏真相联合调查团成立,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江泽民一伙,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